受力急大高游,我是阿春虎胡惟聪 今日正是12月26日,Bossing Day 今早就沒有更新任何情況給大家看 因為情況不算太嚴峻 有多不嚴峻呢? 今日有大約64名人士受到感染 萬高人十多位,情況還算不錯 希望未來更加不錯 但說實話,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其實萬高人多或少 都已經是害怕了,不太敢出街 究竟有多害怕呢? 情況是不是很嚴重? 不如今天就和大家看看 各大商場,在疫情之中的情況 看看究竟是個個不敢出街 大家依然出街購物 一起看看,Let's go 我們先不先看看 National Stadium,BTS站對出的平台 平時星期六很多人 現在就真的是小貓三四 哪三四呢? 就是這三位朋友在拍照打卡 接著我們就進去SAM DISCOVERY商場 看看,進去現在多了消毒系統 然後你看看 今天人積罕見 真是較為少人 而外面拍照打卡的位 以往都很多人 今天都只剩下幾個人拍照 但幸好他們也有戴口罩 之後就進去SAM DISCOVERY商場 之後就進去SAM DISCOVERY商場 進去之前SAM DISCOVERY商場 進去之前SAM DISCOVERY商場 跟著又去乾淨一下 清潔一下雙腳 才可以 然後也有專人 幫你探熱 看看你的體溫高 不高就不要進去 這個地方真是心不逢時 是一個新開的日本動漫的咖啡店 但之前都很多人光顧 但現在 唉 希望遲些多些人光顧 這個位置 比卡超 也有泰國朋友拍照打卡 他們也有戴口罩 在這方面 泰國人今時今日做得不錯 甚至連小朋友都知道要戴口罩 玩卡也要戴口罩 這個檔口所賣的產品 之前已經在李環好媽裏面介紹過 介紹完之後沒多久 它就消失了 因為似乎情況好很多 那些人不需要再買這麼多口罩 但今時今日 它們又捲土重來 很多FashionStyle的口罩 這裡都可以賣 種類比以前更多 此時此刻 除了多口罩賣外 更加多一件事 猜不猜到是些什麼呢 各位觀眾看來看看 這些一個個的皮套 用來戴什麼呢 藥帶洗手液 沒錯 各位觀眾 這些卡片型的洗手液 就這樣戴下去 掛在頸部 都不知多型 與此同時 更加有不同香味的 洗手液消毒藥水 還有這些配套 讓你無時無刻記得洗手 真是關心你的 商場上面 亦都有這個 Clean Center 亦都賣差不多的產品 總而言之 樓上也好 樓下也好 都有這些產品發售 方寫你不記得 要戴口罩 和清潔手部 都對的 雖然還有聖誕歌廳 但後面這個位置 已經人去樓空 什麼都沒有了 記不記得是什麼位置 之前曾經介紹過 穿囚咖啡 在這個位置 即是散佩拉库門口 又搞成聖誕村 氣氛十分之好 還被我胡惠聰 以為 今年泰國曼谷 最正豆的室外聖誕地方之一 但很可惜 現在所見 已經沒有了 拆走了 拆走了的原因 不是像日本一樣 一踏入26號 立即要清除 並非如此 當日我問他 似乎應該是去到今年年底 但響應政府的依求 就不想太多人聚集在一起 結果很可惜 沒有了 沒有了 接下來的 就只有這個聖誕隧道 真是可惜 唉 早知當日在這裡 拍多兩張照片 其實據探子回報 在24號聖誕前夕那晚 這裡已經人跡罕見了 雖然聖誕前夕 這裡還有開 還有那個聖誕小村落 但已經沒有什麼人來拍照 因為大家都害怕 既然是說 不如拆走了 那也對 盡量不要聚責那麼多人 有點微吹噓 但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 吹噓都沒辦法了 你看到泰國人在這裡拍照 都是有戴口罩的 真是怪 在商場裡面 賣高級產品的 門口依然有人排隊 買車也有 L03也有很多人排隊 證明大家都不太害怕 其實要看一個牆 多不多人 人夠不夠膽出來消費 看一個位置就知道 哪個位置 知不是吃東西的位 即是Food Court 看看 都還有人在這裡吃東西 即是證明大家都不太害怕 大家對這個疫情都有信心 各位觀眾 他又來了 誰知不是開電梯人 這庭德沙的人 之前疫情期間嚴峻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 在商場電梯之內 幫大家按電梯 但之後走了 現在又回來 我身後的一個 就是一間很出名的 美式連鎖咖啡店 往往一到星期六 星期日 坐滿了人 坐滿的人 並非喜歡喝咖啡的人 而是泰國學生 喜歡在這裡喝東西 然後補習溫書 但現時所見 一個都沒有 大家都似乎不敢出來 溫書補習 除了咖啡店 沒什麼人之外 看看電影院 都沒有什麼人 可能時間太早 大家還沒起床去看電影 其實都不是的 看看哪一邊 都有人在買票 剛才那間咖啡店 沒什麼人幫襯 但看看下面這一間 裡面坐滿人 外面都有 不過有些就沒有戴口罩 在市場 在市場 Paregon 一過去就是 SAMSQUARE ONE 的商場 商場外 家事正正 有些跳組市場 都很多東西賣 而且人流都多 而且值得一提的 就是 個個都好聽話 個個都有戴口罩 現時的自身衣 就是曼谷的SAMSQUARE ONE 商場 其實早幾天 在這裡裡面出現了一些個案 下面那個Evan Boy 賣化妝品店裡面 似乎有職員受到感染 結果就關好休息 跟著一間海鮮餐廳 又聲稱有職員受到感染 結果休息 但話雖如此 都沒有影響到 太國人來這裡 購物世界的意欲 看到外面 擺了一些鐵組市場 依然奇緩原始 很多人來 後面美式咖啡店的外面 不是說內面 在外面 都依然有很多人 坐在這裡喝咖啡 甚至乎 你會看到很多路人發熱 丙丁 在這裡走來走去 上去上面吃東西 內下面買東西 大家也沒有擔心過 正所謂有危就有機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當然要注重清潔洗手 於是這個品牌 在街上也有免費東西派發 目的就是提醒大家 記得幫頂我們 轉眼間 我們就來到新宿區 Senzuku 不過就是在Samsquare之內 話說 今天就是一個跳組市場 以新宿的主題為命名 但其實 所賣的東西和新宿 有什麼關係呢 基本上是沒有的 口納明目 放些櫻花給大家拍照 人流方面 似乎不太理想 不過剛才看到 吃東西的部分 都有人在吃 真的有些感觸 竟然在2020年的12月26日 在一個假的新宿市場裡拍攝 其實有好幾年的聖誕 我都去了日本東京 兼且流到26、27、28號 有好幾年26號的現在 正正在新宿 但今時今日都是在新宿 都是在Senzuku 不過是曼谷Samsquare裡面的Senzuku 但怎樣也好 希望不好的日子 盡快離去 希望下一年 我又可以去日本 你們又可以來泰國 你們又可以來找我吃飯 我又可以去日本找朋友吃飯 那就大家好 希望明天會更好 我明天希望有一些好消息 告訴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